大家好,我是阿欣 歡迎來到今天的X博士開箱 今天呢,我們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哆啦A夢的科學大冒險前進月球勘察號 平常我就很喜歡看書 有時候會看圖書館借來的書 有時候也會看爸爸買的他要看的書 當然有時候也會看漫畫 前幾條我們收到了這個原流出版 射給我們的哆啦A夢漫畫 裡面是在說哆啦A夢和大雄他們去月球探險的一個故事 可是它跟一般漫畫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現在我就來跟大家一一介紹 首先,這一本書的劇情都是很接近真實的 平常我們看到一些太空影片或是卡通中 太空船在太空中爆炸 可是太空中又沒有空氣 聲音又要靠空氣的震盪才能傳播 所以如果有聽到太空船在太空爆炸的時候 那就是演錯的 那在日本書裡面呢 就有強調大雄他們用哆啦A夢的道具 到月球上的時候 就知道月球沒有空氣 聲音無法傳播的事情 另外還有,月球的灰塵會損壞機器 還有在月球上面看天空 天空是黑的 這些都不用特別學習 在故事裡面就會一一的告訴大家 它會有很多問題讓我們想 我爸常告訴我 除了要學會知識 還要學會思考問題 這本書就有很多問題讓大家思考 比如說在地球上看月球會有陰晴圓缺 那在月球看地球呢 另外還有在地球上看太陽 差不多24小時就會有一次日出 那在月球上看太陽呢 我們學過了很多月球的知識 但這本書的問題也很多是我沒有想過的 這是我覺得這本書最棒的地方 我的意思是說 像我們都知道1969年美國太空人阿姆斯狀 搭乘阿波羅11號去過月球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還有哪些人去過月球 或者是說想要到其他星球去生活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解決水 但除了水還有哪些問題要解決呢 這本書就有做整理 讓我們對這些問題更加了解 今天是我第一次拍說書的影片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如果有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給我們 如果我不會的話 我爸是太空博士 我在叫我爸跟你們講 那有關這本書的資訊 我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這本書真的很不錯 大家可以買回來看一看 那最後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當然就是要記得訂閱科學X博士頻道 同時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我上傳新影片的時候 大家才不會錯過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掰掰 可以動了嗎 好可以動了